接下来这些问题大家是不是会因为他今天的到来感兴趣啊 他才24岁 我想问一下你现在是退役了吗 我是退役了 什么时候退役的 我是18年退役的 18年 21岁就退役了 这个年纪在你们的领域当中算是早还是晚 算是比较早的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还是比较希望接触到外面的世界 然后去丰富自己 然后大家的去向呢你了解吗 大部分都是健身教练 最后的结果就是健身教练 对 因为我觉得健身教练面对的都是成年人 我觉得我不是不想从事这个行业 我觉得我希望把我会的东西交给小朋友 从小朋友抓起 让他一点点往上走 并不是说拿我已经学会的东西去交给成年人 让他只是强身健体 好 再来问你一个问题 此时此刻已经退役了 退役也是几年前的事了 你后悔你当初做的决定 我不后悔 为啥呀 实话实说啊 一个是我不后悔 我从那里出来 其实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而且我也体会了体验到了大学生活 我觉得人这一辈子如果不体验一把大学生活 其实那样才是真的后悔 我特别特别想把刚才 燕博的这段话 剪下来 放给许许多多 在大学当中混日子的同学们看一看 是的 人家是洲际冠军啊 他仍然渴望着到大学的校园里头去深造 去充实自己 那些已经身处大学象牙塔内的同学们 我们真的真的不该虚度年华 真的真的没有理由 让自己的大好青春 就那样从手中白白地溜走 对 刚才说那个要给大学生看的话 其实我觉得我真的应该剪下来 给我们许许多多的运动员看 因为我们中国的运动员很多都是从小开始 像他们这样去培养的 他们远离文化科 他们远离了我们日常的生活 其实运动员生活最可怕的一点 就是所有人都围着他转 他只需要按照别人安排好的生活 去做自练就好了 所以这样他们其实缺少的是 自己的把控能力 判断力 职业规划 人生规划 所以如果像他这样这么早就知道说 我要把我的人生有不一样的开始 他这一段话我觉得非常感动 这个孩子是有大智慧的 这些地方是有大智慧的 就是这个人生的 因为你经历了